没有一个游戏是接龙的 可以啊 成语接龙吧 哇 太不利了 不是玩那个花园果园动物园 可以可以来吧 来吧来吧来吧 会吗 这么玩 就是我都会说一个类别 比如说 花园果园动物园 我说 然后我说 海洋 你就要说 鱼 然后你说虾 不你可以说鲨鱼 带鱼 章鱼 章鱼虾 然后什么 船 不可以重复 不可以重复 不可以 不可以重复 就是我说完 我说完鲨鱼 你不可以再说鲨鱼了 可以可以 你先开始吧 明白了 等会儿 输了怎么办 啊 输了怎么办 输了怎么办 输了 用屁股 写自己的名字 嗯 哈哈哈 用屁股怎么写自己的名字 屁股写 还是藏 哈哈哈 好好好 这个可以 这只有我 我不同意 为什么 我的姿态多了 我们就是要跟着看这个比划好了 人家做CG的时候 然后要跟着你的屁股做你的名字出来的 哈哈哈 来来来 三二一开始 先 先开始 好 预备起 花园果园动物园 花园 玫瑰 梅花 霸王花 墙花 月季 薰衣草 猴子 猴子 猴子的那是好吗 剪掉 我们 剪掉 哈哈 不是 不是 动物园 果园 蔬菜园 然后你可以说动物园里有什么 然后这就来着轮了 明白了吗 来吧 很熟练了 哦 啊 CG做好啊 把他 你写的什么 姐 哈哈哈 哎错了错了 回去了 对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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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啊 哇 最后一个 还有一个 勾 点 OK 哦 来吧 赶紧从你开始 输的人可以选下一个惩罚 下个惩罚就是 真心话 真心话 真心话吧 你开始 我来了 你来到了吗 嗯 OK OK 来来来来 来来 预备 三二一 花园 果园 动物园 我们现在这位有什么 摄像机 人 女伞 火 哎呀 为什么你说 火燃 哈哈哈哈 火燃 哦 她心里已经想好火了 然后被她给说点 你为什么 我都说 什么叫火燃 你要进去吗 火燃是 他火燃的上面一点点 对 她说的是对的 火燃 那你为什么不接呢 真心话吧 真心话 真心话 那问一个吧 谁想 你有没有追求过一个男生被拒绝过 这样子可以 这个是可以播的 就没有啊 就很很轻松 对吧 我没看 那你问完了 来吧 开始吧 花园果园动物园 地底下有什么 抽影 碧瓜 草满 石油 土构 我不这段话 碧瓜 哈哈 好抽动 垮掉 所以所以你 合遂 嗯 来吧你们问吧 你一开始知道 要录这个节目的时候 心情是怎么样 我知道有王嘉尔很开心 不要再 哇 哇 没有老师 因为当时我听到的第一个 呃 唯一的一个嘉宾的名字是你 但也是唯一一个我都不在 哈哈哈哈 留下吧 好不好 留下吧 因为 没有 因为我当时来的那个 谈的时候 问的时候是 我只只知道一个人的 那个名字 就是嘉尔 然后我当时看你那个节目 我就觉得哇 就是这个男生好可爱 好阳光 但是我没有想到就是你比电视上 其实 更加注意细节更暖 就是那个时候我会觉得说 哎 你是只是 很有意思 只是一个综艺卡 没有没有很有意思 哈哈哈哈 请你 很幽默 但是我不会就是我们这才录了两天 会觉得说好多细节里面 你做到那种让我会 有感动到会有点 哦哦 你这个很多别人没有注意到的事情 你都有在去关注到 care到不管是人还是很小的事情 就是让我有 有有蛮大的 这就是自己心里面有震撼的 就我会觉得 就觉得 就